不好意思,我是中坡里的李明,我也是公民妻子,欢喜宝宝。 那我今天呢,我刚刚请教过,说这个开会公知是一个礼拜前就已经发了。 不过我是今天,刚刚要吃饭的时候,要准备吃饭的时候,才听到李长在那,我说今天晚上有说明会。 那是,我看了一下表,是6点29分。 所以我上次已经提标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说是不是可以请那个,因为我们的李长呢,他那边是用广播的。 那我是说,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印一些纸本,让李长可以张贴在每一个楼梯下面的公布栏。 因为我们的,因为我们上一,在考龙兵时代,我们的上一个李长就是这样处理的。 而且呢,他知道某几位李明比较关心,所以有些这样的大型的说明会,或者说公开的场合,都会给我们通知一下。 但是,因为我们的李长呢,他们有这样一个习惯。 你刚才说中坡里有没有贴的,有没有看到中坡里的? 有啊,有啊,都有啊,你都看到了,只有你没有啊。 有没有,我都在寻,我都在寻那个。 你是重新,你五十九弄那边,我知道。 你不要说中坡里的。 你根本不是中坡里的。 对啊。 那不是中坡里的那东西。 不是中坡里干嘛,假装中坡里的李明啊。 真的是,我跟你讲,我在这里住三四十年啦。 照一下,我怕你咧。 对,对。 李长,你是说我不是中坡里的吗? 那证明了,身份证拿出来看啦。 身份证拿出来看啦。 身份证拿出来看啦。 所以身份证拿出来最准啦。 拜托,你再说。 拜托,你再说。 这个是李长的夫人吗? 这是李长的夫人。 这是李长。 对,在座了,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她。 没有见过她。 真的啦,五十九弄的啊。 根本没有见过你啊。 对,你啊。 慢讲。 山寨版的啦。 她妈妈是住在庄宝里,不会透。 对。 我都一直要死来,不要说你出庄宝里。 是这种会是真正来宣伞。 我跟你讲,我们都搞工程的啦。 你不要,不是工程的人,不要在这边。 这是工程耶,工程的部分好不好。 拜托耶。 要这么难看。 不是,我要跟你讲一下,我妈妈是住在庄宝里,可是我的户籍,户籍是我的名字,好吗? 你看到我妈妈的。 身份证最准,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说,我。 身份证最准。 没关系。 根本就没有去看那个张贴的东西。 事工说明,有没有什么要表述的东西。 对啊,你讲事工说明嘛。 我们把事情违规正题。 讲这没意义吧。 浪费时间啦,真的是。 没关系,没关系。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啦。 因为我是经典的。 因为大家都有看到,哪一个都没有看到的能够公告。 我跟你讲,我也是记者啦。 我是联合报的记者。 那又怎么样? 没关系。 你有写过任何一篇广持有关的新闻吗? 好,没关系。 那就是这样。 那我是希望说,我们大人里的旅长,他有一些对这个事工方面的。 你回去看,我回去看有没有贴公告。 口见里面不是住在东坡,当然没有看到,我终于那坑都没到。 警长不要跟他讲了啦。 现在是开会,时间开会,我这些。 要浪费时间啦,要浪费时间。 不过去看有没有贴公告。 不好意思。 大人里里长,他说的,对于低标的那个意见。 那现在我听到他讲低标的意见,大概都是相同的。 那我是希望说,是不是可以我们所有的标, 可以请这个都发局有一个统一的这样的规定给所有标的这些厂商。 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个广石公共负宅这个统标工程呢,希望有我们规格化的。 不需要每次我们都来提醒。 他可以每次在这个说明的时候,就说他会照大人里里长对这样的一个要求。 就可以直接就讲了。 不然的话每次我们都要来提醒。 是不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 就是说你可以事先跟所有标的厂商事先都说明了。好不好? 那谢谢张主持人。 这个我来补应一下。 这个刚才他们里长讲的没错。 本来第一标跟第一标,两个在一起。 本来就应该开工这个说明会,就应该要一起办。 那我跟这位女士报告一下,就是说我的广石ABCDD都是由市西跟杨国宏建筑室是我们的专管团队。 他这个PCM是专管这五个。 所以我们所有的schedule跟所谓要求的事项都会统一。 在这一标的说明。 谢谢。 各位长官,我是中国领域局长,我刚才有说过。 我是礼拜四也有广播,礼拜四上手机库这边有讲的军券的说明会。 今天也再次讲。 因为贴公告早就有贴公告了。 所以说大家也知道,都有看透。 不会做的。 再来我补充一下,我们就是这个NCB的问题。 我住在佛舍街,在捷运局正在施工。 真的,很。 那个照应,真是我们让我们。 因为我们警兵跟住户警兵在一起,跟师傅警兵在一起。 声音非常大,假日不管任何时间都是很吵,快爆炸。 所以说,现在我在这个我们一标的话,还是在我请求一下。 不要让住户,让他很难受的。 因为我现在已经跟捷运局已经沟通过了。 早上7点20时空到晚上7点半,一定。 不管你NCB不会超过8点半。 NCB不会超过8点半。 早上7点半到晚上7点半,一定停。 这种机械不是停工的。 那小的没有声音,我们只不会计较它。 所以说,这个NCB的话不能超过8点半。 那种机械,声音太大了。 最好不能超过8点半。 谢谢。再补充一下。 以后请大陆工作者,希望以照这个贼运站施工。 谢谢。 谢谢理长。 这个部分,大概简单跟理长报告一下。 它这边地下室大概挖四层。 四层的话,我们深开挖大概到十一、十九。 差不多吧。 二十几。 二十几。 但是它连续率它应该跟捷律不一样。 这个部分,其实我是既然讲完,又有其他的合理。 因为它有公平公平。 所以它实际上,我想,它们会做果散的安排。 一定不会让它施工到因为,人家空车里面。 空车到半。 那这个部分,到底是会先解决到什么地方。 好像整个建议的部分,在建筑工地跟统统工地的雷律力施工程是相不一样的。 那基地内的话,以基地的高额为一组。 那基本上,开挖的部分,我们会控制时间。 那尽量就是,照理长所讲的,冠章的部分的话,可能不仅值几个中口语文。 但是开挖的部分,会声音比较大。 冠章的时间会比较… 冠章的时候,那个车辆的进出的声音会比较大。 那冠章的话,声音会比较小。 那原则上还是维持在晚上10点以前,然后结束完。 那开挖的部分,就照理长所讲的,那个大集集聚的声音太大了。 那我们就控制在8点半以前。 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 我如果可以的话,因为理长提出一个8点半。 那这8点半,当作我们未来施工的一个目标。 尽量我们都在8点半之前,就收工。 如果真的有不行,也不要超过太长。 就是这样,我们是一个理长部的这个程度。 我们尽量都要求在8点半之前。 但是,因为工程毕竟啊,有时候不一定是…一定很完美。 有时候可能会有点耽误啊,那个水泥车啊什么, 看板几台啊,可能会有点拖延。 那我们这部分还交给专门接到,我们会沿舍去了解。 好不好? 尽量要去配合他的… 对,不能尽量还是朝这个方向去鼓励啦。 另外,如果说在施工的这种特殊状况的话, 我一定会再跟三位里长再通知一下。 因为施工过程中,我们是避免的… 折购有悬崖的问题。 所以说,尽量把这个特殊状况去减少。 不知道各位,你们还有没有? 好,来,请进去。 就那个,刚刚到运速路线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之前曾经有跑过速, 就是呢,整个这道速,让我跑得下来。 那所以说,你们目前现在进出的时候, 是从96向出出。 应该是说,38向进来,从96向出出。 对。 那么是不是可以就是说, 不要从98向出出。 因为第一个,是那边, 目前民生长好像在使用。 那错车、汇车是要缓制。 那然后,第二个是, 那路数部分的话, 是多多少一定会影响到啦。 万一,我们那个动线部分的话, 可以改为,在园区内直接把它处理掉。 由同一个出口出去的话, 事实上,安全上,你们也比较好管制。 但对于你们来讲的话, 唯一,叫困难症, 工区里面能不能旋转的意义。 当然一定可以克服。 所以,Zex的话会蛮希望就是说, 能够的话,就在园区, 由同一个出入口。 合格出入口就是, 那个林口街38向。 那个共同出入口, 就由进出,都完全在那边。 好。 这是基于安全跟路数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那个, 有关人行道的唯一部分。 因为之前,我也很拜托你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目前, 目前陆服的话, 大概6米左右。 那个你们预计是退2米。 那然后, 呃, 屋顶遮掩的话, 大概1米罢,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是不是还有, 可以再退缩的固件? 市长。 这边跟林理长报道, 两个人好。 大概的过程就是, 报道已经不错。 实际上在, 平安党区的部分的话, 在上一次, 第一标, 黄山公司这边, 报道的部分。 黄色的部位, 就已经有指示出, 他们出入口是往大道路, 他不会自在从96岁那边出来。 这边会做新奇的新, 进行修改这个出入口的部位, 大型车辆的部位, 就不会自在的, 不会跟小型车辆进行修改。 我们有接到这个讯息啊, 但是这个, 原来交了这个, 还要再办会堪来卸认? 这个, 这个, 这个讯息有收到, 我们还会继续在里面, 还要继续找那个交通单位来办会堪? 因为, 这个是原先的计划啦, 所以他这样改的话, 我们会, 我们会, 我们有收到这些讯息, 我们会继续做, 好不好? 都换, 都换就要献放了, 献放是说, 从那个, 公有利利利利那边传出去喔, 那你们不怕被骂? 现在素银, 现在素银子会去的? 都换啊, 不是我们要先移椅啊, 就是再移椅是吧? 是不是这样的? 哦, 对, 我们现在不是很, 我跟这位, 已经报告了, 我们现在要, 移椅, 移椅,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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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要盖联系币, 我们要先移椅树, 所以移椅树, 移椅完以后, 他进出完了以后, 最后这树还要再, 再, 再, 对啊, 那换句话说, 现在目前, 目前规划啦, 是从那个, 60米的预定地里面, 那里开个出口出去咯, 是这样吗? 报告理想, 现在目前来说, 是在, 这边啦, 96向这边, 是停车场的出口吧, 目前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喔, 目前的规划, 是希望能够, 从大道路这边进出, 那这样子就, 避免有, 汇车的状况, 对, 因为这个96向, 我们的了解, 他是比较早, 那如果, 将来有, 施工车轮, 在这边汇车, 是比较不方便, 对, 那我们目前, 是希望能够, 从大道路这边, 直接进来, 对, 停车场的部分, 对, 小, 小客车的部分喔, 就从大道路这边进出, 对, 然后我们后面, 还会再办一次, 线刊, 对, 看怎么改, 到时候, 线刊的时候, 就通知里长到现场, 看有没有意见, 对, 对, 不要你没有自己, 私乡作业, 不会, 其实我们先前, 就办过一次线刊, 对, 对, 那个, 蔡里长也有来嘛, 有, 对, 交换事情, 我们收到, 我们就收到只是半年,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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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对, 对啊, 昨天, 昨天, 你们有通知里长吗? 太前, 下期一定会多, 上次有闻, 上次有闻也没有闻, 那, ok啦, 那个, 换句话说, 那基本上, 还是很希望一件事情, 就是说, 能够在场区内里面, 就把它处理掉的话, 留着单一出口的话, 是会比较方便啦, 那除了可以说, 民藏人的话, 就只有, 只有留下整个封掉了嘛, 好, 不, ok啦, 最好, 还是能够在场区里面, 直接把交通问题, 把它处理掉, 由单一出口的话, 或许管制上, 或者说的, 那个, 执行上的话, 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我们下次, 那个会开一定提, 里长会调查, 然后, 来给我们指导一下, 好,一定, 请问各位, 还有没有, 啊, 唯理,唯理,唯理, 唯理人心道夫, 这边的话, 误误一下, 那个, 理理长, 唯一的部分的话, 照我们那一天, 我跟你亲自讲的, 那就是照, 我们树,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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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退一米白, 退一米一米, 然后, 那个还是要做, 树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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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械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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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記得是兩米 一米大 一米多 五塊磚嘛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那個陸服的話大概有六米左右 那個人行道陸服是五米 那我剛剛的想法就是說 依照陸穴一米半以後 你們是不是還有一個空間 大概退出個一米以後 那然後裁設你們的那個 那個就是說 人行道的屋簷有沒有 安全圍圍 安全圍圍的屋簷 是這樣也就是說 那從安全圍圍內側 到那個道路的部分 大概有個三米多吧 讓人家 也比較好使用 而且那個數學 那裡說我們坦白講 那裡 使用的很多 尤其是運動的很多 那所以說假如說可以多一點空間 那我們在製作上也沒影響的話 那為什麼不做呢 以上 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說 因為那一天跟里長這邊 做線看過後 其實我們唯一是照那一天的講法來做 那如果說里長這邊還有其他的 我再找你們去看那個位置 我們再重新規劃一次 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有時候像口述之間 可能沒辦法理解到很清楚的說 好不好 那我任何時間再去找里長 謝謝啊 請問還有沒有 有問題要提出 有問題 請議員 給大家注意 謝謝 非常謝謝 感谢观看